汐止从一高中在10月份参加103年新北市市长杯棒球锦标赛 获得了吕棒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事实上从一高中棒球队是在今年暑假结束之后才成立的 集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上场比赛还报回季军奖杯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以下报道带你了解 真的是很厉害 才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汐止从一高中棒球队 在短时间的集训后参加新北市市长杯轻棒锦标赛 就获得了吕棒组的第三名 议员廖正良也来到了从一高中为从一棒球队的优秀表现 嘉奖鼓励 第三名对不对 对 非常不容易 那我想唯有我们的棒球才能够到国际 体育这方面可以比一比能够为国争光的 那各位我想今天在从一高中就读 有这个机会加入我们的棒球队 我希望我们先今天就是为我们从一高中先争取的荣耀了 那这一次我们在九月初成立棒球队 那议员呢他非常的支持帮忙 提供很多机会呢 来让学生来集信 让学生能够安心的练球 那我们这支球队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呢 经过教练严格的新练 我们参加新北市轻棒比赛 勇夺第三名 为了鼓励从一棒球队好好打球 市议员廖正良在今年开学后 积极为从一棒球队集资添购练球装备 从一校方和球队队员们都非常感谢廖议员的大力帮忙 感谢议员给我们这么好的经费 然后给我们这么好的设备 然后让我们在那边安心的练球 然后教练啊 然后也帮助我们很多 中华民国台湾的棒球队是洋运国际的 那将来能够往这方面的发展 为国来增加 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 廖正良议员他非常关心地方的教育 这几年也提供很多经费 来给我们从一高中的学生办活动 那例如之前的星光大道歌唱比赛 还有每一年的岁末感恩活动 都办得有声有色 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从一棒球队就在比赛中获得全市第三名 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市议员和校长也勉励球队同学继续加油 未来再打出更好的成绩 记者李一帆细致采访报道